真正是个修行人 功夫得劣的人 看到人做卧 生怜悯心的 不是厌弃 不是排斥 不是指责 那个错误了 生同情心 怜悯心 他为什么会做卧 无知 没人教他了 一定要肯定 人心奔善 中国老祖宗叫他 人之粗心奔善 这是他的天性 是他的自信 之所以变成不善 那是习性 没人教学坏了 尤其是现代社会 没有真正一个好的人教他 他不可能不学坏 我们再看下面文 他说 富远 经意意 出文显正 于是经时 善恶凡夫 同战九品 身性无疑 称呼愿力 习得深意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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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是 善道大思想的 引进据点 来给我们做证明 目的是希望我们 希望现前 善无反复 无论你是行善是作物 没关系 都能够通占九品 换一句话说 只要你有信愿性 都能往生 都能得到 阿弥陀佛本月 微生的价值 深信无疑 这最重要的 你要深切信心 引进据点 无非是帮助你 深信 断一深信 这一点非常重要 成佛愿力 喜得深信 我们要依靠 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 价值 本月 微生价值 无论是行善作物 中国 通通通人 这我们要盯紧 这我们要信心 因此 我们一定要改变 错误的心态 不可以嫌弃我人 不可以 轻视作物的人 不可以 真正是个修行人 功夫得劣的人 看到人作物 深怜悯心 不是厌弃 不是排斥 不是指责 那个错误了 深同情心 怜悯心 他为什么会做过 无知 没人教他了 一定要肯定 人心本善 中国老祖宗教导 人之粗心本善 这是他的天性 是他的自信 之所以变成不善 那是习心 没人教学坏了 尤其是现代社会 没有真正一个好的人教他 他不可能 不学坏 里面 有烦恼吸气 不要发里面告诉我们 六道凡夫 善心所 只有十一个 我的心所有二十六个 也就是说 你本身 这个习气 我习气 就多于善的习气 而且我的习气力量很强 善的习气力量很薄弱 那外面的诱惑 现在善的诱惑几乎没有了 我的诱惑非常强大 在这个社会 能不作恶吗 不可能的事情 在这个社会上不作恶 那就再来人 不是再来人 是决定不可能 所以我们想到 佛在无量寿经常讲的几句话 慈悲到了几处 这是对于那些作恶的人讲的 我们什么心态去看他了 心人无知 没人教他吗 他父母没教他 祖父母没教他 他至少是三代了 没人教他了 心人无知 不识道德 无有余的 书无怪也 不能怪他 今天整个社会 别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们听了佛这几句话 心平气火 好好去想想 不能怪任何一个人 也不能怪政府 也不能怪制度 为什么呢 这个原因 由来 又来已久 往上推速至少一百年了 这一百年当中 疏忽了 身影仙教育 这里面最大的一个诱惑 就是科学 我们相信科学 把老祖宗东西 疏忽了 把神圣的圣贤东西 疏忽了 只偏重在 科学技术 那现在遭遇这些问题 怎么办 这世间 有聪明人 不是没聪明人 聪明人 回过头的 就找老祖宗 正确的 找古神信息 就找宗教 可是你要想的 宗教古神信息 在此地 也被人搞乱了 所以大家 疑惑 不能生起 亲近的信心 这什么原因 洗衣器 造成这种障碍 我们能够对这个有信心 是谁来的 我们相信老四 这是一个很好的因 相信老四的教诲 一门深入 常识寻修 一个方向 一个目标 我学佛 五十九年了 其而不屑 没有一天 不多见 没有一天 不将见 在讲堂时讲 不在讲堂 在日常生活当中 遇到一个人 就对一个人讲 遇到两个人 就对两个人讲 那么有一天 恐怖啊 一天也讲多少时间 至少八个人 至少八个人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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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 陀佛 阿 祢 陀佛